欢迎来到明星新闻MK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迪丽热巴最新大片曝光 时尚表现力超强 真的绝了 对于女演员来说 除了自己的专业实力过关 能够得到大家的认可和喜欢之外 在出席红毯活动或者参加时尚拍摄工作时 她们的造型和整体气质同样会成为媒体的关注焦点 所以对于女明星来说 彼此之间的竞争并不仅仅存在于外在形象 还有对时尚的把控力 因为有些人即便有机会拍摄时尚大片 也未必有多少表现力 而说到娱乐圈中表现力比较强悍的女演员 迪丽热巴应该算是其中一位 想当初迪丽热巴刚刚出道的时候 不过是在影视作品中出现小配角而已 但是却能够拥有完全不输主角的光环和好评 可见迪丽热巴对角色的诠释很有自己的看法 而且的确能够演绎出角色真实自然的一方面 正因如此迪丽热巴后来的事业发展才会如此顺利 也有机会出现大女主 虽然随之而来的是一些负面评价和争议 但是不可否认的一点 是迪丽热巴的表现力是毋庸置疑的 每次参加公开活动都会成为媒体的关注焦点 每一次的公开亮相也会展现出 跟之前不一样的形象与气质 这应该就是我们所说的可塑性 而前两天迪丽热巴就拍摄了一组原生感的大片 这时候大家才见识到迪丽热巴的时尚表现力究竟有多强 从曝光的照片来看 迪丽热巴一头黑发凌乱飘逸 给人的感觉跟之前完全不一样 头顶棕色皮帽 项链和耳饰的点缀也恰到好处 这种时尚气息真是隔着屏幕都散发的淋漓尽致 不得不说,迪丽热巴除了对时尚有自己的独特见解之外 还有很强的把控力和展现力 要不然也不会成为那么多时尚品牌青睐的合作对象 既然时尚资源已经拿到手软 接下来迪丽热巴的重点应该放在演技提升上 只有这样才能够在娱乐圈走得更加长远 毕竟时尚品牌合作终究是条青春路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